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小丹帕TV 我是小丹 他是專家 是說在我家附近的生活經驗真的非常方便 在開車5分鐘以內的距離就可以去到 喔 起碼有6、7家不同的超市 有一家超市離我家非常非常近 連走路都可以走到 就是 Foot Flying 那我很喜歡去Fly的原因 不只是因為它很近 而是呢 它常常有很多很厲害的折扣 為了搶其他聯手超市的生意 只要拿著其他超市的優惠券去Foot Flying 也一樣可以使用喔 明明就是很興奮的話題 為什麼跑掉 我附近有另外一家超市 它常常給我滿50折十寬的優惠券 我每次都把同樣的優惠券拿去Foot Flying用 覺得非常的爽 然後再加上Foot Flying有一個促銷活動 Shop and Earn 每月都會有不同的項目 那這些項目呢 你只要消費滿了多少錢 它就可以送你多少錢的購物金 一個在美國的小資族 而且還要養一條狗 當然生活是很需要精打細酸的 同時呢 在Foot Flying就要買東西 想辦法達到最大化的利益 完完全全可以滿足到 個人強迫症的爽感 今天一集就要帶大家一起去買菜 希望在鏡頭前面有強迫症的你 看完這一集也會覺得一船就舒爽啊 Let's Go 先來看一下這個月的任務是什麼 蘸醬系列只要滿五塊錢就送兩塊 剛剛好我的番茄醬用完了 這邊又有一個 Nature's Promise Item 只要滿十塊錢又送兩塊 Nature's Promise 好像根本就是Full Lion的牌子 這兩個是可以共用的 換句話說 我只要滿Nature's Promise的番茄醬 是不是兩個就用到呢 是說番茄醬是有夠便宜的 所以要滿到五塊好像還不容易 我有另外一張Full Lion的Coupon 美乃滋可以省一塊兩毛五 的確我是需要美乃滋 沾醬的五塊錢我已經達到了耶 目前得到的回饋已經是兩塊 繼續吧 現在來到了新的任務啦 雞蛋牛奶只要滿十塊錢 就送三塊錢 再加上Nature's Promise的豆奶 兩罐五塊錢 滿任兩罐Nature's Promise的豆奶 就可以再省一塊兩毛五 雞蛋牛奶系列還包括優格 還有起司 Easy 我剛好都需要 雞蛋牛奶十塊錢的部分已經達標了 雞蛋牛奶十塊錢的部分已經達標了 十塊錢應該也已經到了 而且他們連優格都有賣 所以非常容易 下一個目標就是 罐頭只要十個就可以省三塊 十塊錢的罐頭 Easy 我覺得十塊錢的罐頭有一點難 但是呢我們換下一個目標 就是十塊錢的汽水果汁 欸這個就簡單了吧 十塊錢的汽水果汁 就可以獲得兩塊 欸 接下來的任務是 假如在熟食區 花十塊錢就可以獲得兩塊的購物金 我很常吃他們的沙拉 今天就吃沙拉段晚餐好啦 這一個沙拉五塊四毛九 就買個三明治當明天的早餐吧 但是要抱持著 並不是為了得到消費金 才強迫消費 真的要買用得到的東西 可惡它都算得好好的 如果買一個派就會太肥胖 剛剛好欸 好可愛的 這麼小一個蘋果派只要一塊錢 剛剛好 就完成一個啦 我們現在來到健康跟美妝部門 只要消費十塊錢 就可以獲得兩塊的購物金 剛剛好我的洗衝爐補充 快要用完了 就趁機買一瓶吧 洗手液補充罐 這一罐就四塊錢 所以只要在它六塊錢就好了 然後跟大家介紹一個很有趣的小地方啊 我們看這邊 多拉眼的特色是 像這個這一包東西好了 它一包原價是一塊五毛九 但是這邊是五包五塊錢 但其實它特價已經下去了 不需要買到五包 你只買一包 它也是一包一塊錢的意思 它這邊寫五包五塊錢 而不寫一包一塊錢 純粹是想要騙你真的去買五包 你看再加上美國人的數學也不好 就像這個 它寫兩包三塊錢 你如果寫一包一塊半的話 可能算不出來兩包多少錢 不過像這種文化還是看不同的超市 有不同的定義啦 其他有些超市就是真的 你還是要買到那個數量才會有折扣 59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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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6 5906 5906 謝謝你 剛剛那樣結帳真的是太高潮了 現在出來啦 天已經黑了 我的目標是剛剛好花到40塊整 但是還是多買了一些東西 不過呢 很重要的是 其他東西都是我用得到的 我並沒有因為要能到得透 所以買一些用不到的東西 回家囉 嘿 哈囉 我們回來了 買菜回來了 哈囉 完全臭了 不要看我進去天亮出來就天黑了 其實我在裡面只待了大概要半個小時而已 今天獲得的商品的實際上價值是 68塊5分 但是因為今天我有些Coupon 然後再加上啊 我上個月還有4塊錢的購物金 所以他直接幫我扣掉了 今天我實際付的錢是 48塊8塊6 然後呢 也是因為今天我都是針對商品去買 馬上獲得了 11塊的購物金 下次可以使用 好 我們把零頭去掉呢 今天的結論就是 我總共買了 68塊的東西 但是我總共只花了 48塊 而且我還獲得了 11塊 下次可以使用 快要半價了耶 哈哈哈哈 Sunny Side Coup Seller 這個就是今天的晚餐 明天的早餐 三明治也買了 搭配剛剛新買的沙拉醬 那就來享受我的晚餐吧 我今天唯一 平常不會買 而我買的就是 這個迷你蘋果派 我也在湊10塊錢的Daddy 就是今天晚上很甜點 給大家看到我小隻的影片 覺得好像不好意思啊 但是其實每次這樣勾我 都是我在買什麼 心中的強迫症 啊 這樣就覺得非常的爽快 好 謝謝你們收看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感謝您 訂閱 按讚 留言 分享 每一支影片 我都會繼續努力的想企劃 所以請大家繼續支持 小丹帕TV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要去吃我的晚餐了 今天好晚的吃飯 已經吃飽了 所以比較慘 因為今天比較晚吃飯 所以不要吃負擔太大的東西 終於八關大家說再見 白客咬一半